下一位請呂委員玉琳 主席 各位同仁 近日内政部有传出来 要从明年起要焕发新式的身份证 在目前的研究方案当中 却打算要把现有的身份证上的 中华民国的国旗来移除 我们的国旗是代表国家 是国家对外宣称的一个象征 因为有了国旗 我们才能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当国旗染染升起的时候 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都会因为国旗升起而感动 因为它象征着是我们对国家的认同 也是身为中华民国国民 不可撼动的骄傲 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彼此有各自的立场跟想法 可是谈到国家的认同 提到中华民国 我们都应该一致要对外 拼尽全力去捍卫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旗 因为有中华民国 我们才能够在自快土地上 安居乐业 因为有中华民国 我们才能够免于敌人的威胁 因为有中华民国 我们才能够无忧无虑的自由的权利 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华民国 现在蔡政府却想方设法的 要将中华民国抹去 要将中华民国的国旗抹去 不论是在国庆四处藏国旗 美国的双向元 国会的消失事件 现在则是要让身份证上的国旗来消失 他们却忘了 他们坐享着中华民国给予的高薪 他们有着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身份 他们有着国中华民国 给予他们的权利 这样的做法 本席是非常的不同意 所以最后 本席要在这边大声的呼吁 请爱中华民国 请爱中华民国的国旗 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国旗 谢谢女儿园 下一位请黄委员昭顺 来请黄委员昭顺 好来 那个工作人员帮忙一下 超市委员你可以上台 让他们用 让他们处理就可以 可以 院长各位同仁 我想蔡英文政府 现在只要看到韩国瑜就发抖 从自由经济示范区 一直到昨天她要出国 都不忘记我们高雄市政府 应该要怎么装修 可是 我要提醒蔡政府 去年的选举 我们在整个 所有的造势场合当中 我们的共同语言 就是这一面国旗 我们在国旗飘扬的过程当中 展现了我们的力量 展现了人民的力量 让全国16个县市 都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可是看到蔡政府 临出国前到现在 包括内政部 包括国华会的主委 国华会的主委怎么说 我们现在她看到的身份证 她说 在3月18号她说 我目前没有看到 新的身份证上有国旗 内政部长说 到现在还没有定案 还在研讨 可是以前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并没有国旗 本习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认同中华民国主权 宪法跟国旗 是目前我们整个 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 全国人民最大的公约数 我们要换身份证 大概有几项事 第一个就是经济 大概要花了将近有 如果是纸本是10亿 如果是晶片 大概要40亿 我们质疑蔡政府 为什么我们这次赛换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把自然人凭证 健保卡跟身份证三合一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说 我们没有国旗 所以本习质疑蔡政府 是不是为了统独之争 为了明年总统的大选 又在做这些意识形态的表示 本习再一次的提醒蔡政府 认同中华民国主权 宪法以及我们的国旗 现在是我们所有人民 最大的公约数 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 去年九合一的选举的结果 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 所有的场合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面国旗 所以我在这里 非常严肃的告诉蔡政府 我的身份证 我们的身份证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们的身份证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们的身份证一定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请政府重视 谢谢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省委员致会 谢谢